你从雪山走来 春潮是你的风采 好的 来啊 首先你从雪山走来 同学们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说过啊 当我们在演唱一个作品的第一句开头的前面 首先我们要做好准备 什么样的准备 我们整个状态打开 吸开的那个准备 可不单单是这个地方 还有我们深呼吸的支持 那么深呼吸的支持 首先应该来源于什么呢 哪位同学知道 怎样我才可以拥有深呼吸的支持 是什么才能够得到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深呼吸支持呢 气息啊 它的前提是什么 我才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深呼吸的支持 也就是我刚刚一直在说的这个压强 腰腹腹腹 压强的一个保持 首先我们要知道被动的 被动的呼吸 好 为什么啊 因为有很多同学在歌唱的时候 开头就 你 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是不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善老师是怎么样啊 你从雪山走来 春潮是你的风采 只有在你正确的被动呼吸的前提下 你的气息才能变得深 你才有深呼吸的支持 你才能够得到这一块部分 然后接下来该如何控制它 能明白吗 被动的呼吸 被动的呼吸其实说白了 同学说的呢 就是放松 当你身体放松了 七七自然进来 根本就无需你主动地去做一些什么 你看到了吗 当你这样 这就是变功浅的了 一浅你就没法往下去 你从雪山走来 春潮是你的风采 什么问题 接着 不该用字的地方用了 声音也挤了 也憋了 也卡了 也全部压在喉咙里 而不是 你 你从雪山走来 春潮是你的风采 你向东海奔去 尽头是你的气概 先呼气 同学不是这样 当我们这个气息保持住 其实整个呼吸的状态都是放松的 它可不分一步两步三步 第一步第二步 不是分这样的 它是一气合成的 它是一个状态 同学 我这样说 你可能就明白了 当我们平时生活当中 你是怎么吸气的 是不是都很自然的 并没有说 跟人说说话 然后有一个非常主动 这个意识上的一个呼吸 没有吧 其实当我们换 这一句说完了 我要接着跟别人说 下一句的时候 那个气息 其实自然间的 你根本就没有呼吸 这个主动的一个意识 是不是同学们 我们平时生活 我们平时生活 是不是这样啊 那是的话 来 这个是的话 咱们在这个公平上 给老师打一个是 啊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